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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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股神射手 籌碼不理手 大家好 我是生存家楊少凱 今天是8月9號星期五 很快的一個禮拜又過去了 上個禮拜大家經歷過 黑色的星期五 今天又是一個快樂的星期五 這個就是股市 就像我們的人生一樣 有起伏 這個才叫股市 有起伏才是精彩 行情的部分我想目前為止 跟我跟各位預告的是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全台灣有能力跟你 預告未來行情的 而且講得準的也只有我楊少凱 7月1號的時候 我們就跟各位講過 7月指數會修正 我也告訴各位什麼時候 會完成修正最慢8月上旬 今天8月9號不是8月上旬 是不是就像我講的8月上旬 而且哪一天跌完了 我也是事先跟各位預告 我們看一下 禮拜一盤中八百檔跌停板的時候 我收盤八百檔跌停的時候 我告訴你們跌完了 指數跌完了 隔天早上 稍微碰到一點斷頭的賣壓 就是斷頭追角令 賣壓那個賣完之後 這大盤就收一個下影線 其實台股出現那個 像最近的系統性的風險 它都不是第一次了 你只要老經驗的股民 最起碼經歷過好幾次了 縱使是今年 今年也經歷過4月份的 以色列伊朗的一個飛彈攻擊事件 所以在這個 上禮拜一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什麼 我告訴各位什麼叫底部 各位你只要做投資 做超過兩年以上的 應該都知道什麼是底部 什麼叫底部 底部一定是利空 一定是有一些很不確定的事情 這些大家都知道 可是各位 為什麼你們還會害怕呢 你們明明知道 大家也知道 只要是底部都是利空 為什麼還會害怕呢 因為盤面會把你嚇出來 所以我們常講 做股票時機點很重要 你只要在對的時機點進場 你跌下來上禮拜五買也好 今天買禮拜一買也好 你到這個禮拜五 你不管買什麼 我們先不談買什麼 你不管買什麼 你都是賺錢的 這個就叫時機 好 所以啊 從整個禮拜一開始 我告訴各位的 目前各位你去看看 我跟你講的對不對 我跟你說跌完了 還沒跌完 我就跟你講跌完了 我從量的角度 從價的角度 我告訴你 歷來只要史上出現 最大跌幅都是買跌 我跟你說的有沒有錯 對不對 底部一定怎麼樣 一定是利空嘛 不然怎麼會有底呢 高點一定都是利多嘛 都是這樣子 往年任何一個高點都是嘛 是不是 隔天稍微 盤中稍微跌破 我也是跟你講一樣 將會有前置股 急急有股帶動大盤上漲 這是從場景的角度 昨天拉回 我們跟你講 拉回就是買點 今天呢 今天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還有機會上車 今年的最後一波行情 一定要把握 不管你是賺的也好 虧的也好 你今年做投資 你今年賺的 今年就是賺最後一波 我昨天已經跟你們講過了 這一波其實真正最大的變數 都不是最近這些 國際事情的一個事件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美國總統大選 誰當選不管 我認為最大的不確定性 會影響的全球股市的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所以說如果說這一波還有行情的話 會上去兩萬五的話 一定是在什麼 美國總統大選前 禮拜三大漲的時候 我跟你說會來兩萬五 你可能不信 尤其昨天跌下來 我跟你說 你可能不會信 那今天我們去看嘛 今天最高來到多少 最高來到兩萬一千六百一十三點 這禮拜跌的全部都漲回來了 那我還是要告訴各位 還有機會 上車 你一定要把握 今年的最後一波機會 這一波是你 今年最後賺錢的機會 這個要去把握 那當然往哪個方向選股 我說過你只要訂閱我 屏幕下方的QR Code 我們不管是在盤中的節目 盤後的節目 包含什麼 包含每天我都有錄一些什麼 錄一些短影音 包含怎麼樣 包含每天下午一點 下午三點 禮拜一到禮拜 有下午三點的直播 我都怎麼樣 有一個直播來怎麼樣 幫助大家 提供給大家方向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每天能講的時間有限 所以特別額外開這個直播 幫助大家 這是我的一個發心 也是我在做的事 那當然提醒大家 我們唯一的LINE的官方頻道 小老鼠RICH899 這是唯一的官方頻道 訂閱YouTube 就可以歡迎來參與 怎麼樣 每天平常日 週一到週五下午的 一個LINE的直播 包含我們的短影音 通通加LINE 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提醒大家 詐騙集團很多 MACEFOOL邀請你交什麼群組 又有同向全部大師大便集團 唯一官方頻道只有一個 就是小老鼠RICH899 好 再來 今天漲機器人 我想也不用我講了 是不是 我全部都事先跟各位預告 事先跟各位預告 今天行情為什麼機器人會漲 我不是今天漲上來 全部這兩天漲上來 才跟各位講的 我在行情還沒出來的時候 還沒漲上來之前 我就告訴各位 我說告訴各位什麼 我告訴各位 今年機器人的行情還有一波 對不對 為什麼機器人的行情還有一波 第一個 這個月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機器人展 這個也是我事先告訴各位的 對不對 除了這個月還有一個機器人展 我也跟各位講過了 整個人型機器人未來的發展 它這是一個產業的方向 那相關的股票當然很多啊 各位 可是你看到真正漲的有幾家 真正大漲的 其實並沒有幾家 那其中我們怎麼樣 我們那個 這個五月份超過的羅生 對不對 當時五月我說主力拉高經貨手法 到七月份我們賺了一波之後 股價拉回來回測季線 季線沒有跌破 這個整個趨勢架構也沒有改變 所以今天我們也看到羅生漲停板 所羅門漲停板 相關的 比如說值得 和春 是不是 這些都是機器人相關的 這個都不是今天才告訴各位的 所以有時候各位 你覺得很害怕 但是各位 不管是哪一檔 你去看比較好的買點 我們都是大盤在下跌的時候 大盤在下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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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這個都是事後來看 其實你不需要長上來去追 所以我說 其實方向我可以提供給你們 但是人怎麼樣 交易最困難的是什麼 人性心裡面 因為趨勢 它是最容易判斷的 比如說 值得它的整個趨勢結構沒有破壞掉 你去看任何一檔 漲的都是一樣 都是它的趨勢結構沒有破壞掉的 所以你說看趨勢難不難 其實看趨勢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當我們在執行交易的時候 最困難的就是什麼 就是人性的心裡面 所以你要需要一個什麼 你需要一個真正的實戰高手來幫你 我是能在你害怕的時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這個行情疊完了 在行情沒有下來的時候 我提前跟大家預告 預告7月份會有一波修正 這個都是事先告訴各位的 當時跟你講的時候 行情怎麼樣 持續往上 你可能覺得說 哎呀你說的不準啊 你說的7月份修正 並沒有怎麼樣 並沒有怎麼樣 並沒有下來啊 它還是往上衝啊 那在往上衝的過程會讓你怎麼樣 會讓你失去一些心 那同樣的在往上衝的過程中 你會失去街心是因為行情在漲 那行情在漲 跌下來的時候 你當時你就會害怕嘛 因為你在高檔的時候 你失去了街心 你不認為行情會往下跌 真的跌下來你說哎呀怎麼辦 接下來會跌到哪裡 這個叫人性心理 這個叫人性心理 所以啊 交易最困難的什麼 就是人性的心裡面 那為什麼我都能提前告訴你 禮拜一我就跟你說跌完了 我不是掌上來才告訴你的 會下來修正我也是事先告訴你 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看全台灣哪個老師 能做到這一點 除了我楊少凱之外沒有啦 事先跟你預告的 每個人都拿掌停板的股票跟你講 那對你有幫助嗎 哪一個人不是掌停板 那也是我們先不談這些掌停板 真的假的有買沒有買 但是這對你是沒有幫助的 一個好的老師是 當機會出現的時候 我認為怎麼樣 當有風險的時候我提醒你 當機會出現的時候 我也怎麼樣告訴你 你要趕快來進場 同樣的現在這個行情 今年看2萬5 這個高點不會過 我昨天已經講了很多 從很多個角度去跟各位講了 我們今天就不浪費時間再講 我今天還是要提供給大家什麼 你如何去把握現在的行情 去把握接下來 你該往哪個方向佈局 有什麼樣的機會可以佈局 這是我的節目跟別人節目 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再來的話 接下來往哪個方向佈局呢 來 我們來進入第二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精彩內容 台積電 我怎麼跟你說的 對不對 那當然台積電今天漲 就不用再講了 那台積電如果會漲 台積電相關的 我認為Cowars有機會 那Cowars裡面又誰有機會呢 好 這個是我們現階段要跟大家講的 台積電來到一千塊的時候 大家都很羨慕 去年一月份的時候 當時453塊的時候 我跟你說會漲 你事後來看 現在任何時間買 你買了放到現在都還賺一倍以上 我說的沒錯嘛 只是怎麼樣 你抱得住抱不住而已嘛 所以說為什麼全世界 只有一個股神巴菲特 當然還有其他的傑出 傑出的一個操作高手 巴菲特擅長價值投資 他能挖掘一家公司去長期持有 當然他的股份怎麼樣 比如說他雖然大賣了蘋果 但是蘋果他還是有啊 他不是全部賣光光啊 這個就是他還是有長期持有的部位 那所有的巴菲特的 巴菲特的財富都是怎麼樣 他選到對的公司 然後殘期持有 可是大多數投資人做不到 因為股價他會有漲跌 可能每次的拉回 都把你洗出場了 所以你抱不住 可是事後來看 每次的拉回 都是最好的進場時機點 包含價值投資 好股票的一個進場時機點 那台灣不管是經濟也好 或者是股市也好 怎麼樣 靠的就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我講這句話沒錯嘛 那當然 台積電他是護國神山 我也跟各位講過 如果台積電不會倒 那台灣股市怎麼會倒呢 這是我為什麼要跟你講台積電 不是說你現在來買台積電最好賺 很多人會拿漲停板的股票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能吸引你去召會員 那我從台積電角度來告訴你 我怎麼去看台積電 我由台積電來怎麼去看台北股市 對不對 台積電的利空哪一次下來 我跟你講的買點的時候 不是買點 今年4月19號 是不是我告訴各位的 是漲上去還是跌下來 4月19號我告訴跟你預告 利空好買點740到745塊 當天最低740 現在台灣還沒有人做到這件事啊 禮拜一盤中打到跌平板的時候 我用同一個例子告訴你們 我當時從怎麼樣 從整個台積電的成交量 然後呢 這跟4月19號告訴你 我說這一天有人買 那這一天誰買 你去看都是外資在賣 啊誰在買 對不對 結果怎麼樣 台積電領先封閉缺口 昨天拉回來 收盤896塊 台積電昨天我有沒有跟你說 900塊以下都是買點 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是漲上去才告訴你的嗎 我不是漲上去才告訴你的 我不是每天跟各位講台積電 但是我只要跟各位講台積電的時候 我認為都是波段買點快出現的時候 才告訴你們 昨天來到800 900塊以下 你會想怎麼樣 再等等 其實我們有時候來想想看 其實一句話就可以來決定什麼 決定你是這個市場 是成功的投資者 還是來當失敗的投資者 彼得林奇啊 資金史上的傳奇人物彼其林奇 他說過了一句話 你們去看對不對 他說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 禮拜一大家很絕望 融資的斷頭出場了 很絕望了對不對 然後呢 半信半疑中怎麼樣 半信半疑中成長 我說的有沒有錯 你看喔 7月下來連台積電都能打到跌停板 其他的股票更不用講了 這時候你去看是不是絕望了 是不是連台積電都會跌停板了 是不是把人嚇死了 那其他股票不知道跌到哪裡去了 那個叫絕望 那漲上來之後 如果你這裡不敢買 那這裡拉回來 昨天回到900塊以下 你還在懷疑 真的可以買嗎 這個就是什麼 在懷半信半疑中 怎麼樣 成長 所以昨天我跟你說 900塊以下 是天上掉下來讓你買的 但是你還是不敢買啊 然後在成熟中怎麼樣 成熟 在憧憬中成熟 在希望中毀滅 台積電來到1080的時候 外資有人看1200、1300、1500不管 不重要 但是大家認為怎麼樣 接下來台積電有機會往上漲 結果它在希望中毀滅了 它掉下來了 掉下來又重複的再來一次 當你絕望的時候買點出現了 當你半信半疑的時候它又怎麼樣 又是可以買 當你認為台積電真的可以買的時候 行情漲到天花板上了 創了今年高點的時候 很多人又告訴你台積電 漲到1100看1500 漲到1500看1600 結果怎麼樣 行情又沒了 這個就是股市 台積電之外 可以買之後呢 當然相關的供應鏈誰可以留意呢 我相關的供應鏈有極檔股票 Cowars相關的 當然有日月光、金財這些 這麼多的股票 當然你不用全部買 也不可能全部買 因為這麼多的股票 你買起來你也顧不了 我認為極檔趨勢結構沒有破壞掉的 值得大家來做留意的有誰呢 第一個我們先從技術面的角度去看 晶炎電子回撤支撐之後 今年已經怎麼樣 也領先突破了怎麼樣 突破了壓力區 連續領先封閉缺口 這個趨勢結構支撐沒有跌破 後市拉回來值得大家來做留意 第二個萬論也是 它也是回撤支撐 沒有跌破的股價後市也有機會 也值得大家來做一個留意 包含旺系 旺系它不僅回撤支撐 今天從技術面來看 它也領先突破了短壓 後續如果有拉回的話 也值得大家來做一個留意 包含紅塑 其實相對比較起來 紅塑的股價 它其實已經怎麼樣 已經相對強勢了 就是說這一波的股價下跌的過程之中 紅塑怎麼樣 它並沒有往下 並沒有往下 反而低點不斷的墊高 這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籌碼相對其他股票 比較怎麼樣 比較安定 那股價能維持強勢的話 那當然 當然股價目前看起來 趨勢結構沒有問題 股價還有持續往上漲的機會 另外一檔經過修正 回到支撐沒有跌破的也是隱微 隱微昨天跟今天包含怎麼樣 都已經怎麼樣 都已經來封閉缺口了 不過技術型態來看的話 上方有賣壓 也不用急著去追漲 拉回來還是值得大家留意 那這幾檔股票都是怎麼樣 都是整個趨勢結構還沒有改變的股票 趨勢結構沒有改變的股票 拉回來都可以留意 那反過來說 雖然今年最後一波 還有最後一波行情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有的股票 彈起來是不會創新高的 那股票彈起來不會創新高 彈起來怎麼去找賣點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樣 這個就是一個技巧性 你有沒有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 來去做這樣子的判斷 所以簡單的說 選對趨勢 選錯趨勢 就是命運結果就不一樣 那怎麼看去是 如果你不知道的 歡迎大家掃描QR Code 讓我來幫你 那最後下個階段呢 我們回來跟大家講 蘋果星期幾天發表 誰在大舉招工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看到新聞 沒看到也沒關係 我們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除了以上我跟大家講的 Core Wars概念股之外 還有誰有機會 我們進個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來 鴻海 鴻海在河南 河南的鄭州 富士康的工廠 富士康大陸的那個鄭州廠 最近開始在找人 找了五萬人來工廠上班 不是只有上班而已 每天都加工 每天加工為什麼呢 當然就是為了iPhone 接下來新推出的iPhone16 那iPhone16初期 新機預備怎麼樣 渴望年增一層 年增一層的話 大概就是九千萬支 到九千五百萬支 那當然 這對鴻海來說 當然是一個利多 對台積電也是一個利多 不用懷疑了 那台積電上去之後 台積電上去之後 鴻海今天還沒有再漲 那鴻海會不會漲呢 我的看法是會的 短線它需要時間 沒有漲上去 不代表不會漲 它是在怎麼樣 在反覆做一個震盪主題 如果說 九月份的iPhone 這個新機發表之後 那這個鴻海當然怎麼樣 股價也不會寂寞 那當然重要的不是 鴻海會不會漲 是鴻海 它會漲到哪裡去 這個如果你想知道的 想參與行情的 歡迎你來找我 因為全台灣 我唯一在3月11號告訴你 鴻海底部成型 而且會直接漲到哪裡去 最少漲到185塊 合理會漲到207到210塊 那股價經過一個修正之後 後面還有一段的高點 那這個高點是多少 我都算好了 如果你想參與鴻海的行情的話 歡迎你來找我 那除了鴻海之外呢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AIPC 那AIPC啊 我們跟各位講過了 華碩 華碩在行情 底部形態 這一波它經過 雖然也經過下跌 但是它的整個趨勢結構沒有改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都跟各位講過了 華碩 華碩今天沒有大漲 但是維持在昨天的跳空缺口趨勢上震盪 我說過了 這個華碩它會突破今年的高點 那不是只有突破高點而已 它的目標會是多少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你有買也好 想買的也好 歡迎你來找我 那股王 信華 信華也是同樣的一個底部形態 回測支撐完之後呢 景縣也沒有去做一個跌破 那景縣沒有跌破的話呢 這個行情後市應該有機會怎麼樣 持續往上做一個拉伸 簡單的說 相對低位的還有技嘉 這個我也跟各位講過了 包含聯發科 回測支撐 拉回來都是買點 如果有拉回的話 都值得大家來留意 如果你錯過今年 我們鎖定的什麼樣 三成以上的股票的 歡迎你現在好好的把握 今年從第一檔富士達開始 我告訴各位怎麼樣 我跟各位挑選的股票 最少都三成以上 三成五成一倍 這是第一季 這是第二季 第三季 過去的你錯過的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你一起來參與的話 未來的每一檔都會跟你有關係 只要你願意相信我 好事就會發生在你身上 時間的關係 祝福大家週末假期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第二季